就算下着大雨 基隆市民广场快筛站 仍出现排队潮 因为疫情在扩大 这次确诊的两名原警 不再是外勤的刑警 而是属于内勤的会计人员 分别是案23021跟案23030 经过调查 原来他们在24日 都有参加警局海产楼聚会 而且就坐在确诊警的隔壁桌 那其中包括警察的部分 有新增两例 而疑似是染疫源头的银河小吃店 也在爆发群聚 衍生出4例确诊者 根据疫调小吃店群聚 目前有4名基因定序 确定是国际政大流行的BA.2.3 属于国内第21条Omicron 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在 这个基隆的这个传播 因为牵涉到的地缘性 稍微比较复杂 由于基隆市进出港口 确诊族群又是往来复杂的外情行警 小吃店又是唱歌又是喝酒 还有人陪试 让指挥官都说 这是他最担心的一条传播链 居民更是人心惶惶 因为这波疫情热气都在乡圈 当地生活圈又小 真的很担忧 这餐厅我们也常去 所以有点很恐怖 于是省政南更提到 警察会多人确诊 这是疫情两年多来 从未有的状况 不能放任病毒在社区流窜 基隆这次真的必须多加小心 情务中 饮酒就是不对的行为很不应该 确诊远景不嫁外出 饮酒间接造成破扣高层确定将陈储 但是防疫松懈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陈储反而变得像是杀鸡儆猴 如何度伤破扣可能更重要 小届猪丁龙 基隆报道